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届进博会的累计意向成交金额为711.3亿美元 比第一届增加了23% 可是今年的进博会举行前已经表明上届签订的很多合同展览之后都没有下文 指进博会不像一般的交易会更像一场公关造势活动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承海今天下午公布这次进博会的成果 声称今年的进博会的异项成交金额比上一届增加了23% 同时在6天的会期吸引了91万人入场参观 展览时首次发表的新产品技术或服务超过391届 进博会刚闭幕 但孙承海已经预告了第三届进博会的规模 目前已有230间企业报名展区面积8.4万平方米 企业展区将会分为技术与设备消费和智慧生活 食品和农产品服务和健康四大主题 设置服务贸易汽车消费品技术装备 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食品及农产品六大展区 中共不断吹嘘进博会的成果 但有欧洲商会的会员埋怨 称去年进博会上签订的合同一半合同都没了下文 这些外企批评签约的中国伙伴是不遵守约定的 有欧洲商会成员将这些合同形容为象征性合同 整个进博会只是中共用来向世界展示对外开放的姿态 像是一场公关造势活动 继续看下面的消息 周亮淡化中小银行风险 非常小部分不会一刀切兼并重组 近期一些中小银行爆出风险性事件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回应表示 中小金融机构随着发展壮大 总体还是平稳的 出问题的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周亮表示从国家层面监管层面来说 大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与实体经济 与微小企业与三农等密切相关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的整体经济状况是平稳的 经济的总体形势决定了金融的总体形势 周亮表示 处置风险的原则稳定大局居首位 金融机构虽然小 但外溢性风险很大 周亮指出会尽量少动用所谓的外科手术的方式 周亮指出一是要完善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 治理股东 甚至建议股东更换高管层 二是大力处置不良资产 加大资产轻收力度 三是建议股东补充资本 周亮指出 目前个别中小金融机构 积累了一些风险隐患 主要原因包括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形势严峻 中小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短板 企业财务状况恶化 引发银行的信用风险等 不过周亮指出 目前银行保险业在发展中有一些问题暴露 但不必担心 因为全国有4000多家银行 出问题的机构非常少 继续下面的报道 川普讽中国供应链如鸡蛋 经济为大跃进以来最差 中美贸易战能否缓和 仍存在不明朗因素 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9日 会晤记者时称 中美贸易谈判正顺利进行 中国更希望达成贸易协议 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很差 他并形容中国的供应链 有如鸡蛋一样被打破 令他们陷入57年以来 经济最差的时期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川普从华盛顿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前往阿拉巴马州视察前 接受记者提问 在回应有关中美贸易问题时 他称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十分顺利 如果我们达成一项 我们想要的协议 那将会是一项了不起的协议 否则我就不会签署 他强调我想达成一项协议 但必须是个正确的协议 川普更表示 中国比他本人更希望达成一项协议 这是他们57年来最糟糕的年份 他们的供应链彻底破裂了 就像一个鸡蛋一样 他们想达成一项协议 也许是必须达成一项协议了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那是他们的事 翻查资料 川普口中所说的57年前 正是1962年 那一年为大跃进后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 一些历史评述指出 当年大饥荒的主因是大跃进的浮夸作风 严重破坏正常生产 最终导致粮食短缺 中共领袖毛泽东 在1962年9月的八届时中全会上 则把大饥荒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 后来历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有学术研究指当年饿死了1500到4500万人不等 但中国官方一直没有认同这些说法 观察者指出 中国大跃进后经济和政权陷入崩溃边缘 中国目前经济增长虽放缓 但严重程度远低于当年 川普所谓的中国经济57年来最差之说 显然是严过其实 只是一种施压的手段 另一方面 川普9日又向记者指 关于美国是否愿意解除关税 有很多不正确的报道 他说关税会有所不同 但我们的关税永远都存在 中国商务部官员7日声称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 双方同意随协议进展 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 该说法遭到白宫内部议议 川普于隔日表示 并没有同意取消关税 福克斯财经电视台8日晚间 采访了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他表示 目前尚无协议取消任何现行关税 已作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条件之一 川普是唯一一个可以做这个决定的人 接下来看下面的消息 川普与麦康奈尔两巨头作梗香港人权法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上月或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后 仿如写上了休止符迟迟未获参议院确定表决日期 引起美国舆论关注 据香港经济日报社引述华盛队邮报专栏作家 乔许罗金撰文 点名两巨头阻碍法案通过 一个是美国总统川普 一个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共和党籍的麦康奈尔 中方已多次表明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干涉中国内政 只一旦通过和实施 中方会反制 而这项法案的实施必须过三关 众议院通过参议院过关 以及总统签署实施 但自众议院上月一致通过法案后 参议院至今仍未安排全院表决 至上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接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并高调赞赏她的工作 表达强烈支持她施政 仿佛进一步提升处理香港问题的主导权 在此背景下 美国舆论有越来越强的质疑声音 指参议院有意阻碍法案通过 为中方强硬处置香港局势腾出空间 长期研究外交政策的评论员 乔许罗金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专栏 抨击川普及麦康奈尔队阻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立法进程 形容此举是背弃香港 她更指出川普一直明显对香港面对的危机冷漠 并一度跟从中国政府口径 形容香港发生的是暴动 事实上路透社此前也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川普上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会见前来磋商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时 承诺只要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 自己会对香港示威保持沉默 白宫对这一消息至今没有直接回应 至于麦康奈尔近期也对香港近况保持沉默 外界普遍认为 麦康奈尔是国会内清华派的重要成员 而麦康奈尔的妻子交通部长赵小兰家族 也与中国有密切的商业关系 罗金就引述资深参议员透露 麦康奈尔迟迟未将法案排成 是由于白宫忧虑法案可能得罪北京 影响中美在第一阶段谈判达成协议 另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理师周五表示 他下周将会同法案主要提案人 卢比奥与麦康奈尔会面 预料二人将要求麦康奈尔尔尽快安排参议院 就法案进行表决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担心安全中国内地学生逃离香港 大量中国内地学生逃离香港 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因为周五大学生周子乐的死亡 而遭到袭击 这名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将军奥一个停车场坠下 四天后死亡 当时警方在附近进行疏散行动 包括发射催泪瓦斯 据南华早报报道 周子乐逝世的消息导致香港科技大学的暴力事件 越野越烈 抗议者打砸了校长史维的宿舍 校园内的星巴克和中银分行 还有一名内地教授的办公室 抗议者的反内地情绪已经让香港科技大学处于紧张状态 周三 一名内地学生在校园内遭到袭击 数十名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正在离开或计划离开 他们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我不想成为下一个与当地学生发生冲突遭到殴打的目标 亚当说 他是一名内地学生 由于担心被认出 他拒绝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周五晚已经动身去深圳 科大一名正姓内地学生 周三六日曾遭香港黑衣学生暴打 理由是他推倒了一名本地学生 但是事件的录像显示 一名身穿黑衣的蒙面男子先挡住了正的去路 然后在与症擦身而过后突然将他推倒在地 这一名内地学生在袭击中头部受伤 为了自身安全 他于周四晚离开学校前往深圳 一位姓冯的博士生说 他对校长使为对周三的事件保持沉默感到失望 但在宣布周子乐死亡时 校长哭了 早些时候校长表示 如果警方在事件中违反了催泪瓦斯的使用指南 他将谴责警方 我对学校的双重标准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校长从来没有对正的不公平待遇做出回应 但对周子乐的死反应迅速 星期五晚上离开香港前往广州北京的缝说 在上周五发给史为的一封公开信中 该大学的中国内地教授表示 在保护教职员工和学生方面 学校存在失误 他们写道 周三我们目睹了暴徒袭击我们的一名学生 就在你面前就在聚光灯下 我们在此强烈敦促校方拿出有效措施 恢复校园治安 一些内地学生表示 他们已经开始重新考虑留在香港的问题 由于引渡法案现已撤销 香港已经进入了抗疫的第六个月 亚当表示 他想要的只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读书 继续我的研究 但他补充说 如果进一步的冲突爆发 他不确定学校能否保护他 环球时报也报道 科大周五取消毕业典礼后 在应急广播系统中广播 安排穿梭班车 把学生员工等接到外面去 科大的内地教师也在微信群里提醒 内地学生赶紧逃走 还有内地师生被安排乘坐大巴 疏散到深圳 网传师生在大巴里 不许拉窗 不许拍照 人人自危 有网民形容 有如在自己的国家里逃难 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乔小阳说 澳门从未挑战中央权力 据香港电台报道 正在澳门出席大学讲座的 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 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乔小阳说 澳门回归20年来 并没有发生过中央和特区关系的限制争议 更没有公然挑战中央权力的情况 说明澳门社会国家观念和宪法观念很强 澳门学术界在推介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工作做得好 真正将维护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制权 和保持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 乔小阳重申在单一制国家体制下 中央和特区的权力是授权和备授权的关系 基本法是创设一套严谨的授权体系 确保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同时 在任何情况下 不会成立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以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更不能够以高度自治权对抗中央的管制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11月10日抵达雅典 进行对希腊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与此同时 中西两国在贸易经济以及战略上的合作日趋密切 希腊对非欧盟国家提供以投资换居留的黄金签证数量 去年大幅上升 其中大部分签证发给了中国的投资者 据美国之音报道 习近平此行适应希腊总统帕弗洛普洛斯的邀请访问希腊 也是对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日前访华四天的回访 中国官方新华社11月10日报道说 习近平在希腊媒体发表文章说 中国要全面提升中西关系战略水平 并愿进口更多的希腊优质农产品 也希望希腊市场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继续敞开大门 经济长期陷于困境的希腊 想方设法以吸引外国投资 希腊是较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 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盟国家 希腊总理两次到中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此外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2016年收购希腊比雷艾夫斯港的67%的股份 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下 这个希腊最大港口成为中国对欧洲出口的一个重要物流中枢 根据2016年4月希腊政府与中原海运集团签署的协议 中原海运集团控制比雷艾夫斯港的管理局三分之二的股权 直到2052年 另一方面 为了提升希腊跌制谷底的房地产产业 希腊政府向非欧盟国家人民提供以投资换取居留的黄金签证 根据这个签证计划只要花25万欧元约192万人民币在希腊买房 就能获得五年有效期的可续签证 希腊官方数据显示 自2013年开始实施黄金签证以来 希腊已经发出了大约5300个签证许可 其中3400多个签证由中国买家获得 希腊的黄金签证越来越受到中国买家青睐 希腊中央银行估计2018年黄金签证吸引了来自中国4.69亿欧元的资本 仅仅去年上半年就有高达4.43亿欧元的中国投资 而2017年同一时期只有7700万欧元而已 不过在黄金签证给希腊带来大量房地产投资的同时 这个签证的影响也引发关注 有报道说一些人被赶出所租的公寓 因为房东考虑把公寓改造成LBNB民宿 或干脆卖给外国投资者 中国人口普查含港澳台居民查人还查房 自北京方面消息 中国政府将于2020年11月至12月开展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 在境内居住的台港澳居民和外国人也属于普查对象 需要进行普查登记 据法广报道 中国国务院在周五颁发了文件宣布 将于2020年展开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 普查标准10点为明年11月1日零时 据悉这次人口普查对象是指普查标准10点在中国境内的自然人 以及在中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 不包括在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负责人介绍称 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也属于普查对象 需要进行普查登记 报道指出 此次普查对象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 包括姓名、公民身份证号、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等情况 报道称 第7次人口普查将于2020年11月至12月进行普查登记 主要工作是普查员入户登记 进行比对复查、开展资料品质抽查等 另就民众关心的此次人口普查是否要寄查人还要查房的问题 该负责人则回应称 以防查人是世界各国进行人口普查普遍采用的方法 因为人都居住在房子里 所以人口普查中查房的目的是为了查准人口 同时由于人口居住状况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 为了了解中国人口的总体居住情况 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 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有关居住情况的指标 主要包括居住状况、生活设施、房租水平等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 这次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指标 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地人口的居住状况 此外面对相关获取数据是否会被泄露 成为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依据的担心 该负责人称根据相关法律、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 应当予以保密 继续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 中国酒店不放圣经改放习近平著作 四中全会也就是全称的中共19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再度释出中国走自己道路的讯息 这种政治风向或许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环节 有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有酒店不放圣经 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言论文集 让人印象深刻 据香港经济日报引述中央社报道 西方有些旅馆往往会在房间放一本圣经 而在中国自然没有这样的渊源 中央社记者日前入住位于江苏 由新华传媒粤海国际大酒店时 更发现房间没有圣经 但放了两本英文版的习近平相关著作 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新华社近期曾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量已突破2000万册 且被译成20多种语言 房间摆放这本书显然是有宏大的宣传目标 但中央社暗指只有官方认可的读物 才有这样的待遇 中国其他政治类读物正面临比以前更严密的监管 有资深编辑表示 如果要出一本跟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的书籍 书号申请可能就要长达半年 如果是出建筑、艺术欣赏、实用的保健书等 书号一个星期左右就下来了 报道举例 中国的大学几年前就有了七部讲 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等 今年的重点似乎更往下扎根 从推动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阅读活动 再到投入经费加强中小学思想政治课老师的建设 至近期更有报道指官方要求全面清查中小学图书馆的书籍是否符合规范 旨在为了打造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而刚刚过去的10月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其中包括要加强网络内容的建设 继续看中国国内的报道 中国新轰6N可携带长舰100范围增至6000公里 有匿名军事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新型轰6N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长舰100超音速巡航导弹 或无真8超音速无人侦察机最大打击范围增至到6000公里 据联合早报引述香港南华早报10日的报道 接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消息人士透露 这款新型轰炸机所能承载的武器 在今年11月兵仪式上首次公开亮相 消息人士说轰6N机身下方有半凹型设计 可用来携带无真8或长舰100 也称作东风100的长舰100属于解放军第三代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前身是轰6K轰炸机携带的长舰10亚音速C导弹 航程超过1500公里 由于长舰100远远大于长舰10 因此一些分析家预计长舰100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 报道称在11月兵仪式彩排活动上 三架轰6N飞跃北京 军事专家和飞机爱好者声称 轰6N有两个明显的新特征 既机翼有空中加油探测器 以及下方有半凹型设计 中国空军消息人士说 最新设计显示 轰6N可以将超大型武器运送到所需高度与发射坐标 消息人士也声称 在空中加油可以使轰6N作战范围增至4000多公里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 长舰100可使轰6N的打击范围达到约6000公里 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条消息 刘霞在德国柏林参加纪念活动 声援香港抗争者 9日是柏林围墙倒下30周年 德国与香港站在一起联盟 同关注台湾西藏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民间团体 下午3点半在贝尔脑尔大街的围墙遗址 举行纪念活动 期间示威声援香港的抗争者 德国之音报道 身处德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遗孀刘霞也到场支持 集会期间天空乌云密布 参加者身穿雨衣或持散出席 有人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黑色底白色洋子金花图案旗帜 各组织代表轮流上台发言 至入月后有烛光晚会 纪念各地因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民众 众人为香港22岁的科大学生周子乐离世 默哀一分钟 全球新闻大集合 6do.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6do.news 6do新闻 6do.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7do.news 3do.ne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